光复相待会针对了第一第二选区变更调整案 因为意见分歧 再加上109年度第二次定期大会 表决过程以及结果有疑议 引发了主席和相代表互杠 双方互控对方伪造文书 以及不遵守意识的规则 恐划分入第一选区的大进村 不少的村民和相代表们 在27号下午召开的记者会 抗议重划过程有瑕疵 坚决反对选区的调整 光复相代表会针对了第一第二选区变更调整提案表决 出席代表纪11位 投票结果同一票为5票 不同一票与废票各分别有3票 应认议案否决 而主席钟玉清原以议事规则第36条第二项 将提案联署人吴玉珍的废票式为同一票 得以同一票6票翻案通过 引发了相代表与主席正反两派护杠 季节选区更动 维持现状 恐调整划入第一选区的大进与西部两村村长 及十多位的村民 今天会同了相代表林泰旭 廖义军以及吴玉珍 郑月梅四位代表召开记者会 抗议议案表决过程有瑕疵 坚决反对选区调整 相代表吴玉珍也强调同意连署成案的立场 所以如果说用禁运法言条款来压走 那是不对的 所以我自始至终连署签名的 签笔签名的就是那个第一次的连署的提案单 后面的就都不是我的 我也没有过目 我也没有看到 是这样子 如果要看原始的文件做什么 应该要到代表会 所以这是 如果说你因为这样 我们你因为这样 拿了我的名字 再去后面再去搞说 既然这是否决的议案了 为什么到后来变成 我的废票视为同意票 我请我们代表会 我请县委会 拿出内政部的判例 有这样的判例吗 废票可以变成同意票 视同同意票 就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立场 所以他这是两码事 连署跟表决 他是不可以混在一起 混为一谈的 林泰旭 廖宜君 及曾月梅 吴亦臻是为代表 认为一案决议过程有瑕疵 后续又进行 将决议送交县选委会 引发相代表强烈不满 随即向县选委会 陈勤控诉主席 钟玉清 违反议事规则 招控的主席 钟玉清对此 则以议事规则 第36条第二项 喊冤 也坚持自己的做法 一切照规定行事 送到我们内政部民政司 法制局 法制室 也通过了 他们也无意义 然后呢 三天就用电子公文 回文给我们 说 我们依照这个议案 这个法律 这个议事规则 审议 规定办理 我们都在里面都有啊 写的一清二楚啊 这个每一个字每一页啊 都没有伪造文书 都是经过 代表会议节 11位代表出席 6位代表议节 只要有一个字伪造啊 我就是要吃官司耶 我就是伪造文书耶 主席与乡代表英选区 调整变更提案 决议护杠 从109年11月份 定期大会一路炒到 今年1月份的临时会 列政部及县衔委会对此也发函表示 应涉及地方相待会议事规则之解释及适用 就决议及废票认定等一议 建议寻法律途径来解决 暑期依自律原则 应自行认定之范围 应由相待会本权则自行认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